山陀尔台风带来惊人的雨量 基隆气象站到3号晚间7点半 当天累积的雨量已经达到了372.5毫米 是基隆气象站设站78米来最大的降水量记录 短延时强降雨宣泄不及再加上大潮 就造成了基隆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虽然积水已经陆续的消退 也证明了排水系统运作正常 但还是有部分的人士质疑 基隆就是因为排水系统清淤不善 才造成积水 这让一直在清淤的清洁队员感到不公平 于是在网络社团发声 他们写下 我们很努力为什么一直重伤我们呢 清洁队员说 今天跑出来并不是临时抱佛脚 是希望协助里内来降低灾情 在协助的时候 这些键盘侠你们人在哪里 那么就有网友回应这些辛苦的基层 清淤人员大雨又遇上了大潮 大家都辛苦了 里长们也辛苦了 基层的共同牺牲 是不希望自己的努力被恶意抹杀 这是这个网络的最新讯息 未经许一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